牛蛙不要再做干锅的了 试试这款红酸套牛蛙 真的是太好了 首先准备牛蛙做成大小均匀的块 放入适量的盐 给牛蛙腌制一下 再用水清洗一下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腥 加入一勺淀粉 给牛蛙上浆 放一旁备用 中水烧开 下入土豆粉 窝笋丝 烫熟 放入碗中垫底 油温四成热 下入牛蛙滑下油 捞出来放一旁备用 中流少许底油 下入姜蒜小米辣炒香 加入适量的水 倒入50克的红酸汤调味 下入滑好油的牛蛙 再放入盐鸡精调咸蛋 用大火煮三分钟出锅状盘 一道非常有特色的红酸汤牛蛙就做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